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间餐厅的位置相当的奇怪 是在一个货仓的工厂区里面 不过最让卫尸里惊讶的是 这个置身于货仓里的 Ferniappian生意还非常的好 相信很多人也都是跟卫尸里一样 是赚成过了这间越南餐厅吃饭的哦 不过卫尸里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Ferniappian这里每周一及周二 连续两天是公休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跑来这间Ferniappian的话 记得不要周一周二白跑一趟哦 在来这里之前 原本卫尸里只打算吃他们的特别牛肉粉的 后来听了店员的介绍之后 知道他们新推出了牛肉骨粉 所以卫尸里也点了一碗特别牛肉粉 另外再加点了一个他们新推出的牛肉骨粉 吃越南牛肉粉 这个九层塔跟豆芽菜是少不了的 但是卫尸里每次都只有加九层塔 卫尸里是不加豆芽菜的 这里可惜的是酱料的部分只有海鲜酱 以及之前卫尸里介绍过的史拉叉辣椒酱 而且并不是让你自己挤的 是由店家端上来给你的 就是小小的一碟 首先端上来的是特别牛肉粉 特别牛肉粉的味道汤头还算是不错 不过老实说 卫尸里觉得它的汤头的味道 跟多伦多其他越南牛肉粉店的味道比较起来 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 虽然也算是很好吃 不过卫尸里觉得没有必要从多伦多开车 快一个小时来这里 还要再开一个小时的车回家 可是如果您是本来就住在西边 就是密西萨加市里这一边的人的话 可以不妨来这里试一试哦 接着端上来的就是这个店家新刚刚推出的 卤牛肉骨粉 卫尸里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就介绍过一间名叫Full & Food的越南餐厅 它的牛肉骨粉应该算是在多伦多最早出现的了 之后多伦多就陆陆续续的有好像每一间越南合粉的餐厅 都跟着推出这个牛肉骨粉来吸引顾客 不过今天这间Full & Full & Food的牛肉骨粉 与其他越南餐厅的牛肉骨粉有所不同 Full & Full & Food的牛肉骨粉是乳过的 而且他們的牛肋骨帶著的肉超厚超多的 但是與Full & Foo不同的是 Full & Foo除了牛肋骨之外 還會另外再帶著一個牛的膝蓋骨 上面的牛筋超多超美味的 只可惜今天這一間Full & Foo 他們是沒有這個牛膝蓋骨的牛筋吃的 不過Full & Foo的牛肋骨燉的相當的軟嫩 威斯理稍微輕輕的凍一下這個肋骨 就很輕鬆的將骨頭與肉分開 Full & Foo的河粉使用的是乾粉 威斯理不確定Full & Foo這裡可不可以要求換成是絲粉 也就是所謂的新鮮粉 但是在點餐的時候 餐廳裡的店員也沒有特別的問 威斯理要絲粉還是要乾粉 所以威斯理相信應該是不能夠選擇吧 威斯理在之前的節目裡面有說過 威斯理吃牛肉粉時 就是喜歡吃這種乾粉的牛肉粉哦 因為這個牛肉骨是用滷的原因 所以整碗牛肉粉的湯頭味道 也因為這個乳牛肉骨放進去之後 而變得與一般牛肉粉的味道不同 這種感覺就很像牛肉麵店裡的番茄牛肉麵一樣 味道雖然也還算不錯 但威斯理還是比較喜歡原本正常味道的牛肉粉的湯頭哦 所以威斯理覺得如果Full Nio Bien將這個牛肉骨像是一般牛肉粉的湯頭那樣一起煮的話 威斯理相信會比較好吃哦 威斯理在多倫多也吃過不少越南牛肉粉 不過到目前為止 威斯理個人還是比較偏愛Full Nio Foo他們家的牛肉粉 威斯理真心覺得他們的湯頭真的是好喝 一碗好吃的牛肉粉的湯頭是真的很重要啊 是整碗牛肉粉的靈魂啊 如果您是跟威斯理一樣特別喜歡吃這種越式牛肉粉的話 記得一定要去收看威斯理之前介紹過的Full N Food那一間的越南牛肉粉 不要錯過那一集哦 又到了節目的最後 今天這間Full Nio Bien在味道方面 威斯理給予四顆星的評價 在服務方面也是給予四顆星 在整節及用餐环境方面 Full Nio Bien的店內還算是乾淨 座位也寬敞舒適 所以威斯理也給予它四顆星的評價 威斯理在這裡還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下 味道的評分是按照威斯理個人的喜好來評分的 可是畢竟每個人的口味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您有機會來到Full Nio Bien用餐 覺得味道也並不怎麼好吃的話 不要怪威斯理哦 如果您是已經來過Full Nio Bien用餐的朋友們 也非常歡迎您的留言 說說您對Full Nio Bien的評價 可以讓大家知道不同的人對Full Nio Bien的看法 在影片的下方有餐廳的地址及電話 還有Google地圖的坐標位置 使用手機或平板的朋友們可以直接點選連結來導航哦 謝謝大家看完今天的節目 如果覺得威斯理今天介紹的還不錯 麻煩請在影片的下方幫忙點個讚 如果對今天的影片有些建議的朋友們 也非常歡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 喜歡味斯理去哪裡這個節目的朋友 別忘了點選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哦